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纳闷了 我这见的明明是猪圈 这两个地中海怎么就自己跑进来了 还射我 更让我恼火的是 你看旁边那条鳄鱼 我千方百计的把他从河里给引上来 想给他家餐投食 结果我走哪里他就走哪里 他眼前这两个沙马特好像根本看不见一样 眼里只有我 或者这片雨林的野人跟动物都是一致对外的 咱们欺负深刻是吧 那你们不按照我的剧本来留着你们有何用呢 说实话我非常心疼我这块地 我昨天刚把这里的野人基地给占领了 打算在这里建一个家养猪的 结果我发现在这里建家的话实在是不妥 你看这附近绿水青山的 物料这么丰富 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同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雨林里面全部是一些看不到的威胁 有野人还有野兽 我要是在这里建家的话 那不分分钟被野人给拆 溜了溜了 还是重新再找块地 这里有个土著人 受伤了吗 捂着头干嘛 我是要给他找工具 四叉竹毛 这里刚好有竹子 用一个长竹棍加两个小木棍 再加一个绳子就可以做一个四叉毛 来给你放上了 哦他还需要幼虫 幼虫只能在这种树桩上面找 这里了 来东西全部都给你整齐了 你倒是给我一点好处啊 给了我二十五点信任度 可以了 他跟你这架势是要抓鱼吗 我看这河里也没鱼啊 你这是江泰公钓鱼院子上钩吧 我懂了 你这是偷得福生半日闲 跟上班摸鱼没什么区别 这里有个传说石碑 我发现这个地图的传说石碑 都非常的隐蔽 不好找 看一下这个石碑是哪个任务 死亡使者的第四块石碑 我已经找到五块石碑了 还剩下三块就可以拼凑成完整的线索了 这下面还有这么大一个水潭 这下面有一具尸骨啊 手上还拿着有什么东西 我以为这里又是别有冬天 但是好像没有别的出路了 上去吧 快没氧气了 又来野人了 自从我昨天把他们的基地给端了后 我发现全村的野人现在都在通缉我 到处都是野人的中介 我现在身体状况不适合跟他们对抗 赶紧溜吧 真没想到啊 我竟然在雨林里面发现了一个机场跑道 这里还有很多废弃的房子 搜刮一下 哇 全新的大砍刀 拿不动了 把这个恶棍的斧头给丢了 这斧头太笨重了 不好用 这个就轻快的多了嘛 挥舞的速度都很快 这里面还有罐头啊 哦 这上面有两张地图 看我现在在哪里 啊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22到28 我下角那个图标应该就是我来的地方 右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域 这应该就是我要继续探索的地方了 这里又有吃的又有睡的 那我就不需要再搭棚子了 刚好现在天色一晚 今晚就在这里休息了 明年起来再继续做任务 明年起及时